5月30日 河北恒水中学一位名叫张希峰的高三男生 在某档节目里发表了一场演讲 引发巨大争议 在节目中 张希峰身穿恒水校服 以一名贫穷农家子弟的面目出现 高考结束后 他的父母开着一辆大众帕萨特轿车来接他回家 据厂商报价 这辆车市价在16至30万元 现场画面显示 许多来接孩子的家长 纷纷拿起手机对着他拍摄 还有人大声喊道 演讲得真好 说出了咱们农民的心声 据背景调查 张希峰初中三年就读于 恒水市收费最贵的一座私立中学 一年学费高达3万元 根据规定 恒水市普通高中每学期学费500元 张希峰初中一年的学费 够30个学生上普高一年 高中他就读于恒水中学 学费也不费 初略估计 张希峰初中高中学费需要20多万元 而在演讲节目中 张希峰形容自己是 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 立志去拱了城里的大白菜 来到大城市感觉到落差 他的母亲哭着说 穷人家的孩子辛苦 他们只是普通农民 内疚于给不了孩子好的环境 这段说法让许多网友表示不解 不少城市居民的教育资源都不如他 同时在某社交平台 张希峰拥有自己的超话 及4000多名粉丝 他们自称西峰女孩 他们评价张希峰为人间理想 他就是心中的万物 小说男主突然有了清晰的模样 有些网友说 难以理解这种追星的心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